安省政府在昨天推出互動式買酒地圖 鼓勵省民購買本地製造的 酒精類飲品 不過 在勞工維權人士的角度 省府因應安省酒鋪LCBO罷工的新措施 傳達了挑戰勞工權益的訊息 記者沾線雲報導 代表LCBO近萬名員工的工會 在上個星期五發起罷工 協商的一大重點落在省府堅持容許更多私營企業 販賣酒精飲品 令工會擔憂就業保障受到影響 工會表示 目前有超過七成員工屬於臨時工 雖然省府透露願意重返談判場 但另一方面就在昨天推出了買酒地圖 鼓勵省民去其他私營企業購買酒精類飲品 LCBO的工會表示 這等於對工會傳達省府不會回應工人的訴求 而工人維權組織的代表劉培契 亦都認同省府缺乏談判的誠意 作為一個政府所謂的老闆 你應該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老闆 你是應該要非常公正的 但現在這個做法就是非常不公平 安省政府就輸了一個非常差的榜樣 在老子糾紛上 劉培契認為 政府在社會擔當著領頭的角色 很多企業會訪下政府的舉動 來營運自己的公司 省府今次漠視工人的訴求 樹立了一個壞的榜樣 與此同時 有輿論也對省府可以在短時間內 推出買酒的互動地圖 而並非將資源放在一個可以幫助 省民尋找家庭醫生的地圖上 感到不滿 自由黨省議員認為 省府將販賣酒精類飲品 進一步私營化 將會影響省府的收入 令投放在公營醫療服務的資源更加緊絕 Omni News記者 沾線環報道 安省酒店 LCBO罷工踏入第五天 勞資雙方的談判仍然膠著 LCBO今天宣佈 取消向餐廳和酒吧 開放五間批發商店的計劃 Doug Ford 永遠想要 承認LCBO是不必須的 我們所提供的服務 是在保護酒 除非使用品 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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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人們認為我們不重要 參與罷工行動的員工 今天繼續到分店門前聚集抗議 安省酒店 亦以示威行動持續為由 宣佈取消開放全省五間批發店 但強調網上的零售服務不受影響 對於有聲音認為 省府推出網站 鼓勵省民光顧其他本地酒店 是表明不會回應公會訴求 安省財政廳長就回應指 做法只是為省民著想 目前勞資雙方 仍然就省府 在擴大賣酒權之後 LCBO員工的就業保障爭持不下 因為有車評論 這方的銃鎖 現在的銃鎖 對於刀的銃鎖